好 掌聲歡迎我們的聰明生活家 宥慎 謝謝 我們知道宥慎從以前開始就很喜歡旅遊 到處走到處跑到處看 然後也當過了旅遊節目的主持人 前陣子也剛經過了一個這個 國際志工的旅程結束嘛 那走過這麼多地方 看過這麼多感動的風景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旅行的這個經典的感受嗎 其實我覺得旅行就是到不同的地方 去感受別人的生活 所以每次在那邊遇到的人啊 事啊 物啊都會讓我 很覺得很豐 很豐富 那這些經驗啊 這些感動 最後回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調整 這是我覺得旅行對我來講最大的利益 吸收了很多很棒的正面能量 那除了這樣出來 要如何當一個聰明生活家 聰明旅遊家 在我們的旅遊當中 又可以這個玩的慶幸又游刃有益呢 其實每個地方的生活模式都不一樣 購物模式也不一樣 沙漿模式也不一樣 所以你去那個國家之前 你一定要調查好 他們生活裡有什麼不可控 有什麼是 什麼禁忌 然後你去的時候呢 你就會比較 比如說比較自在比較輕鬆 然後你也可以融入黨地 可是我事情一定會做得公愧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生活家 或是旅行家 這兩個是一體的 它不能分開 就是這個入境隨俗的感覺 那其實相信走過這麼多地方 所有的這個愛旅行的朋友 一定記憶很深刻 就是其實常出去我們要整理行李 很多大包小包的 這些就算了 隨身財物如果你不帶財的話 你沒有辦法買紀念品 帶的話又會怕被人家歹徒寄予 這真的很兩難耶 這個真的是旅行上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以前曾經有錢財認為不用帶身上 怕自己掉 所以鎖在什麼樣的旅館的飯店裡面 結果就被人家 在旅館裡被偷 對 因為其實我們住的那種是 背包客櫃大家會有住的地方 那餵重的東西 其實它有提供空間量給存 可是你最好怎麼樣 你都不要透露出你有 就錢財不露買其實是真的 就那樣說 我3000美金在那邊不要拿 然後就完蛋了 對 然後就是不小心講出來 那大家 我可能覺得沒什麼 那你室友也覺得 假裝後面聽了沒事 是 所以我想到第二天他就check out 但是他 我的那個 龍姐跟他一起check out 對 拉個也check out 對 所以後來我現在旅行 我自己帶錢的方式 我一定帶身上 可是 我跟你講我會用包包 因為我習慣用雙背包的人 那我的錢一定是放在 貼在我背上的那一層 至少我的拉鍊拉開完 裡面還要再一層拉鍊 然後再一層包包 就變成說 我小鈴錢會放身上 我會分口袋 就是少了零錢在這 大鈔可能在哪裡 那個扣子 不會跟拉鍊拉起來 然後最多的財富 我還是帶身上 可是 雖然你剛剛聽起來 那樣覺得很安全 但是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我要有的掏錢要在這邊 有的要在這邊 有的又要在後面 這樣子 其實很麻煩的耶 但是你要裝得很自在 所以你要把東西 然後先說 這裡這裡 我錢就這麼多 好像一把抓出來就這麼一點 那其實不是 你每個地方都有其他的 地質在 那重點就是讓人家覺得 對 重點就是讓人家覺得 你沒有什麼錢 是喔 要讓人家有這種感受 真的 所以很麻煩 對 因為道路這邊藏那邊 但是其實這麼麻煩 但是我們今天呢 要告訴大家 也要跟六先生一起分享的 就是我們一個新的軟體 BI Like 是 這個呢 這個軟體在我接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實在是太驚訝了 因為它是我目前 我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上發明 最偉大的軟體之一 因為我剛才還特地去研究 因為它功能太多 那我終於整理出來 我可以很簡單的 跟大家分享 它就是有四大功能 第一個就是你結帳的時候 你不用拿錢 你不用拿信用卡 你直接拿手機去逼 對 那你可以直接用信用卡商務扣款 或者是你裡面有儲值的話 你的金額就可以直接扣 那第二個就是 你不用再刻意加入會員 應該不用帶會員卡 然後不用自己去算點數 不用自己去找優惠 因為它這個軟體通通都有 你逼的時候 你是會員它直接幫你扣款 你有什麼優惠它直接告訴你 直接幫你累積點數 一切都在這個軟體裡面 而且這個東西是不用另外帶 你本來每天就帶手機 你找下我的APP就好 第三個功能就是 你不用對電子發票 你不用對發票 真的好方便喔 因為在B的時候 通常我們拿發票 然後還要再找時間對 但是它會直接幫你記錄 然後省下那個紙 又很環保 然後它可以按一按鈕 自動對發票 你中了一千萬恭喜 就告訴我 它非常方便 沒錯 那第四個就是 因為我習慣記帳 記帳的話 其實以前會拿筆記本 現在我是用APP軟體 但是軟體也是要 其實還是會有 就是還要去打開手機 打開輸入我剛才多少錢 也是有點麻煩 但是現在就劈一下 它自動的幫你記起來 我覺得太棒了 你走過哪裡 你買過什麼 然後你是哪一家的會員 他該是他做工作的時候 他會自己挑出來 幫你執行 是的 所以你比如說我到A商店 我買過什麼 我買過旅果良品的 哪一雙 哪幾雙鞋子 我買過獨生貴族的哪些衣服 然後大漢銷售 我愛吃哪幾塊 他都知道喔 沒錯 而且全部都幫你整合在裡面 因為我們的BI Like 就是整合了我們的雲端CRA 雲端Post 還有我們的行動直播 那樣的三大功能一次滿足 真的是太棒了 那所以 最適合我這種懶人 而且最適合你這種聰明生活家了 對 因為懶是說動作懶 但是其實我每件事都想做 那如果你想做好 又想要審理 其實這個BI Like 真的很棒